美國國會大樓今個月初被擊進分子衝擊當日 一名女子涉嫌闖入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的辦公室 以及偷走她的一部手提電腦 涉案的賓夕凡尼亞州女子威廉斯 打算將那部電腦或硬碟賣給一名在俄羅斯的朋友 而那名朋友就計劃將這些東西賣給俄羅斯對外的情報機關 不過法庭文件指出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那些交易最終告取 佩洛西的副莫療長哈米爾透露 那部電腦只是佩洛西 平時用作簡報之用 無儲存重要的機密文件 不過事發至今已三星期 但警方仍未找回那部電腦